尝试用三万根皮筋裹成一个篮球 跟大家说个事啊 以后呢 大家买手电筒一定要买我这种 我现在把这个手电筒开启啊 还行吧这亮度 可以吧 我再给它关了 哎我又开了 哎我又关了 哎我又开了 哎我又关掉了 好朋友朋友朋友 之前就在网上看有人把三万根橡皮筋裹成了一个球啊 而且那个球就直接可以用来当篮球打了 而且比篮球的弹性还要好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视频中它裹的三万根橡皮筋 看起来也没有多少啊 但是 为什么我的三万根橡皮筋有这么多呢 三万根 真的就三万根 啊这现在网上的人都这么坑人了吗 没事啊既然买了那我肯定要给它裹完啊 首先呢这个东西一开始你是没法裹的是吧 因为它中间是空型的嘛 你没法裹 我们就需要用你的乒乓球或者鸡蛋 或者圆形的东西都可以啊 实在找不到东西我也用鸡蛋嘛 这感觉有点不好裹啊 它在滑了好掉啊 哇太难管了 我操操操操操操 我操 由于实在找不到圆形的物体 我就只好用 这个了啊 圆形小赛车 可以看这个就是圆形啊 椭圆的圆 可以看这个裹就很利索嘛 妈溜的 好了 那么现在我就开始在这里裹这个球啊 你们当秋千就可以了 要怎么当秋千呢 就是这样 篮球王子 请你 听 我不要这首歌 呀呀呀呀呀呀 当绝对无敌的传说 能永远不如有病打破 看看你 必须要战斗我们的 可以看 你能看它有多少斤吗 它有39公斤 也就是说它有80斤 80斤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是一个比较瘦的女生的体重呢 等于说是你抱着一个女生在打篮球啊 咦 我就打了这么一回真的对了 这跟我胜不胜虚没有任何关系 80斤也开玩笑 而且你们能想象三万根皮筋有多少吗 即使我裹了这么大 它还有这么多的皮筋 感觉从头到尾跟没少一样 说实话拍这个视频 如果我这么多天不裹这的话 也许我还能多更新几个视频出来 总之感觉是有些亏的啊 弹性说实话还可以啊 我这个球呢 基本上已经算是差一点点就到极限了啊 这个皮筋裹上去之后只能再拉这么一点点了 它重就不说了 它在你裹的过程中 第一就是非常的磨手 我刚开始的时候手已经被磨红了 然后我就戴了那个手套嘛 戴了那个手套手套也被磨烂了 然后我觉得手套也不行 又裹了一层卫生纸在手上 而且在磨的过程中 经常会那个皮筋会弹起来弹到你的脸 所以还是不建议大家做这个东西啊 如果说这个球的弹力到底有没有篮球好呢 嗯 我给大家测试一下吧 看好了 看好了 做发 操操操 我操 不拍了 不拍了 是吗 视频 ay 向览 富利 I want you, my love, no matter